最後的話我如果要清除 因為目前很麻煩一點 我要手動去清除資料 這個地方輸出OK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再幫我寫一個SUB 他能夠自動幫我把那個範圍 14到103的範圍資料清掉 所以我就請CHARGB再一樣 所以我開頭就是請幫我撰寫一個什麼 VBA的SUB程式 所以以後你要寫VBA 大部分就SUB程式 這一句很重要 然後後面的話其實是什麼 逗點做什麼 一個動作清除 後面的話就14到103 但後面其實應該加個儲存格 可是我就懶著打 所以比較標準應該叫做儲存 或者對岸用語叫單元格 OK 不過這個應該他都看得懂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他就幫你很快寫出來了 因為這個真的很簡單 如果我自己會寫的話 其實我自己寫OK 就那麼一行 一個SUB SUB的名稱叫清除 不過他是卡住了嗎 對,他怎麼這麼慢啊 他有時候會這樣 OK,這是非常簡單的問題耶 他居然 可以重新都連 還是因為我們太多人連了 所以那個他只配給我們一個server 其他不然他會怕影響其他 寫完了耶 真的耶,一行耶 其實就這一行而已耶 OK 那你說老師上面這東西是什麼 記得喔,如果是單引號開頭的就是註解 註解就是解釋下面這一行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上面這一行刪掉是無所謂的喔 以後呢,請記得喔 不過底下也有說明啦 而且我覺得 其實透過Tribb學程式真的也蠻清楚 因為下方都有很詳細的程式解說啦 所以你說你不懂 你如果還不懂沒關係 你再把你的問題貼上 請幫我詳細解釋 這一行程式 他會非常具細的解釋啦 說真的 所以啦,我就覺得這樣就夠了啦 以前你要買書 書本裡面 有的問題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以拿到這邊問 他會解釋的相當清楚 那再來一樣嘛 這個問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來就OK了 所以記得喔 貼到他下方 反正一直往下貼啦 我們module就一個就好了 你不要 一直在那邊插入新的module 最後程式找不到 那你可以看到喔 單引號開頭的 就是註解 這個註解是解釋下面這一行 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跟各位講 以後慢慢各位要看懂 範圍就range嘛 刮幅就哪裡都哪裡 所以這邊中間會有一個冒號 那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會加上雙引號 那點clear contents是一個 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什麼 清除裡面的資料 那清除裡面資料這個動作 叫做clear contents 應該蠻容易理解的吧 而且像以前我們是怎麼寫的 不過你會發現 VBA這個環境也蠻 蠻人性化的 你以前是在點下去喔 那你打 因為你要被clear contents 這個字很長對不對 所以以前我們怎麼打 我記得cl開頭 所以打一個cl 有沒有發現 它就幫我跳到這裡了 那我用選的 選到clear contents按空白線 它就輸入了 所以以前會提示啦 那現在的話因為直接幫你寫好 連提示都不需要 OK 但是啦 如果以後你要自己 要改 或者自己 寫一點簡單程式的話 那還是 可以在學習 那這個sub名稱它叫清除14到1103 不過我覺得這個名稱太懂得好 乾脆叫清除就好了 好 這樣子 試試看好了 執行 欸清掉了 這個在執行 OK了 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清除這太簡單的啦 所以以後的話 你乾脆自己 像我自己的話 就是直接自己寫就好了 所以這一段喔 以後呢 自己寫 OK 不用再問他 如果問他有點像 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應該就可以執行 所以今天 最後結果就是這樣 輸出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就是清除 但問題喔 你說老師這個有點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我 必須要 開啟這個VBA 然後在這個程式上面 按一下執行 它才能執行 那清除也是一樣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不要這麼麻煩 最好是呢 我不需要到Visual Basic 而是直接在旁邊 幫我產生兩個按鈕 當我按下按鈕之後呢 自動就把剛剛兩個Sup也給執行 怎麼做 跟各位講喔 最後喔 如果你要做按鈕的話 你還是非得要到 開發人員裡面 找到 特別重要 開發人員下方不是一個插入 那請你找到按鈕 這邊有兩個按鈕喔 請你用上面這個 表單控制向這邊一個按鈕 就是它了 OK 那我如果要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手機 一個按鈕叫清除 那怎麼做 很簡單 做一次給我看喔 找到這個 然後呢 請你在空白處 按住 滑鼠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跟小畫家一樣喔 畫一個矩形 有沒有 向右下不要放喔 然後放開之後的話呢 他會 馬上問你說 請問一下喔 我如果按下這個按鈕之後 你要執行哪一個Sup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會出現一個叫指定聚期 其實聚期在這邊就是Sup OK只是名稱不一樣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聚期叫做手機 有沒有 你就選取 當然我這邊要手機喔 如果你那邊不叫手機喔 你可能要 用你那邊的名稱喔 OK你不要 跟我一模一樣就找不到 OK好 按確定就可以了 所以 先找到 插入 按鈕嘛 然後點注不要放向右下角拖拉 他會問你說你要執行哪個Sup 我要手機這個Sup 按確定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呢 這個名稱喔 他不會自己幫你改成叫手機 所以怎麼辦 你變成要自己把這個名稱Delete掉 改成手機啦 那有點麻煩 每次都要自己打這個手機這兩個字 所以喔 有時候我 偷懶的時候 我會把那個手機的兩個字 負字貼過來就好了 OK 手機有對不對 按一下看看 有了對不對 OK 好 那還有清除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加一個按鈕 再到下方拖拉有沒有 然後放開 點選清除 這個時候聰明了喔 就把這清除兩個字 複製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喔 這邊的名稱呢 不會叫做清除 所以變成你要自己 點一下那個按鈕 Delete掉 把它 貼上清除 OK這樣就完成了 那執行的時候特別重要 因為它目前是設計模式 所以你要點旁邊一下 再去按清除 你不要現在剛剛那個模式 你按不會WALK 你一定要點旁邊一下 再按下清除 有了吧 OK 手機清除 有沒有 今天的話你會發現 你們已經把VBA的最重要的兩個 形態都學完了 一個叫Function 一個叫Sup 以前可能要花一學期還上不完 同學還是學不出來 現在我發現有效率真好 你現在重點就是把按鈕做出來 所以今天的作業 記得喔 一個是Function 所以前面這個是手機函數 一個是Sup Sup就是兩個按鈕 把它做完 那記得喔 最後 存檔的時候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一定要另存新檔 一定要瀏覽的時候 存檔類型 請特別特別注意 請你改成什麼 啟用聚集活業部 千萬不要選錯 因為你選錯 你交的作業裡面就沒有層次 你如果沒有啟用聚集活業部 裡面的VBA就會 就會全部消失不見 就不回來 你變成你要重做喔 記得不要存錯格式 如果你上個禮拜的 你不想蓋過去 不然你就在後面加一個刮壺 也許這邊刮壺 然後裡面我習慣是加今天日期 2024 今天0918 OK 這樣的話OK了 就是 可能你不同的時間做的 不同的版本 後面其實加個日期 然後把它儲存 OK 這樣子的話 今天的作業 就是 交這個 就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建議各位 如果還有時間 就是多找其他的 練習的題目 然後來做 基本上今天就是VBA的 function 制定函數 跟SARB 不過未來 跟各位講 一般習慣還是用SARB 比較直覺 為什麼 因為SARB真的方便很多 完全不用還要管說 插入 使用者定義什麼什麼的 OK 簡單很多 所以未來也許我們 如果寫VBA程式的話 大部分 好像同學也比較喜歡用SARB程式 所以以後我們可以以SARB程式為主 那 制定函數為輔 OK 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說老師我還是喜歡用制定函數 沒關係 你可以 自己去寫寫看 反正 這些都是類型 如果你都可以把這些東西很快 產生 我跟各位講 這已經是很厲害 這以前說真的要把這些寫出來 這沒有學個三年五載 可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現在你們 才上 一堂課 就已經有這東西出來 OK 好了 那這個範例的話 請各位 今天的練習基本上 就多增加這兩個東西 作業就是這樣 應該很清楚吧 應該不會很 很複雜 但是 VBA的 最重要的部分 你如果把它學會 後面就這樣延伸就對了 所以以後我們如果要寫 VBA的話 反正就是Charge VT 打開 產生程式 貼的話記得貼在模組裡面 然後呢 再產生按鈕 事情就解決了 OK 一直到期中期末 我們 只是說寫了程式的複雜度而已啦 有的 這個算簡單的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程式 那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寫更複雜 可以 它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再複雜的程式我覺得都可以負荷 後面哪怕還要寫一點爬蟲 網路爬蟲 都可以 但是 切記 還是按部就班 我剛剛講過 哪怕它一下可以全部高高 但問題失敗率很高 我還是建議你可以先完成 Step 1 再Step 2 Step 3 逐一逐一的 把它完成 這樣子寫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就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還蠻順利的 自然的話我覺得你會用得蠻有成就感的 想不到 你居然可以寫出程式來了 OK 因為以前 說真的啦 我遇到很多人學了半天還是不行 不是他 不夠聰明 而是真的沒有天分 所以以前常常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我學這麼久還是寫不出程式來 我一直在懷疑說 是到底什麼問題 是我教的不好 還是你學的不好 還是什麼 後來我發現真的有些人 沒有那個 算什麼 天賦吧 就是你本來就是 不太適合寫程式的人 但是因為有AI 我覺得這個問題好像就不存在了 應該也沒有這個問題 以前要背很多東西 記很多東西 而且細節太多了 現在其實不是說細節 都不需要知道 只是說你需要記的東西 少很多了 OK 所以請各位 試著把這一題先完成 記得存檔的話 一定要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這個不要做錯 那如果這一題有做完的話 其實我們在 我們的範例檔案裡面 其實還有別的題目 如果各位有時間 如果已經把這個剛剛那一題做完的話 在我們的範例 裡面的話 有一個到 151這個瓜糊自傳 就是另外一道題 151 截取 瓜糊中 文字 有沒有 瓜糊中自傳 這一題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有時間的話可以 把下個禮拜的這一題 也許先思考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 一樣就是先 產生公式 再產生 VBA VBA我想後面我們大概主要是Sup好了 Function我想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裡面已經有公式了 那請各位 把B欄 從B2到B10這個把它比例子掉 因為其實就是你要做的 只是說我為了要讓大家知道說 裡面其實有一些提示 那這個提示很簡單 就是把瓜糊裡面的資料放到B 有沒有 這個怎麼做 這個就是第三屆冠軍 有沒有把這個第三屆冠軍的資料 摳過來 把首次參賽摳過來 OK 當然呢 以前如果你不知道 IF L MID 跟FINE 這三個函數的話 你只能怎麼做 以前做完點兩下 選起來了 Ctrl C 然後Ctrl V 目前大概只有九個人 可是如果這邊有九百、九千、九萬個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選擇用 土法煉鋼的方式 你就會想說 需要產生一個公式 把這件事完成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如果不會的話 你可以 請 那個 TroGP幫你完成 這個下個禮拜我們要做 然後再來就思考 怎麼把 那個 公式 再轉成 VBA OK 所以這兩題之後 後面我們還會再延伸 比較複雜一點題目 請各位 先試著把今天的部分先完成 OK